莫等贤,白了少年头,空碑切,他是史上最著名的抗金名将,一生力至北伐,京中报国,为何却被皇帝不断猜忌,最终落得惨死的下场,死后二十年,连名字都是忌讳,今天就来带大家走进,一代抗金名将,岳飞,岳飞,自鹏菊,生于象州汤阴县,自小学习武艺,深得父亲喜爱,落冠之年,枪法便在一线之内无敌,数年之后,岳飞应征从军, 投在了疏密院刘昊的麾下,追随康王赵构,不久之后并凭借其勇猛过人武艺超群,成为了刘昊手下的一员偏校,此时正值靖康元年,刘昊率大军秦王赶赴东京汴梁,用以解除汴京之围,岳飞奉命率领一支百人小队前去侦查,突然与一支小谷金兵相遇,岳飞一马当先冲向金兵,轻松取下了敌方将领的首级,随后宋军掩杀而至,金兵溃散逃窜,岳飞 出战告捷,随后,秦王大军兵分两路对抗金兵连战告捷,然而却得到了金兵早已攻陷汴京,徽亲二宗以及皇室宗亲,老幼妇如数万人皆为俘虏,被金人掳走,汴京已是一座空城,而后靖康二年,康王赵构于应天府登基称帝,建立南宋,改元建言,北宋彻底沦为历史,然而南宋虽然建立,但却没有收复失地之决心, 高宗赵构狗图偏安,串通黄前扇,采取避战南迁的政策,导致南宋军民士气暴跌,北境中原的大片土地,拱手让给了虎视眈眈的金国,赵构一位南巡,治流为阳,不管不顾,此时胸怀大志的岳飞,不顾自己身份敌威尚书高宗赵构,请求皇帝提振士气,北伐中原, 然而这一份慷慨陈词的建言,却只换来了八个字,小陈越职,飞锁一言,并且惨遭开除军职逐出军营,这一年,岳飞年仅25岁,随后岳飞转头河北张所麾下,因其作战勇猛,张所惜财,将其留在了大帐,不久后,岳飞接连升官,一路坐到了统治官位,然而此时的赵构容不下主战派的声音,他先是罢免了主战的丞相李刚,而后又将张所发配领南, 失去了张所的领导,在前线,岳飞与王燕两位将领,仅于七千人,惨遭围困,这时二人之间产生了分歧,岳飞主张突围,王燕却主张拒守待员,随后,二人分道扬镳,岳飞率领手下突围,转战数月,升秦金将拓拔乌烟,后因入冬,岳飞放弃游记,转头抗金主战派宗泽麾下,第二年,壮指南筹的宗泽病逝,岳飞率领四千宋军, 与四水关与金兵激战,两场战斗皆是大劫,建言三年八月,金军大举南下攻颂,当时负责长江住房的大臣杜冲,是一个实打实的朽木,不多时,长江防线全面崩溃,金军的刀锋直指新都临安,高宗赵构吓得赶忙弃城而逃,一路奔走,最后逃到了海上,大批宋军接到命令,保护皇帝, 确保赵构能够安全地逃亡,宋军主力能战不战,一路难撤且战且退,大片的土地拱手送给了金兵,金军所过之处,到处都在烧杀抢掠无所不为,然而金军气焰太盛,轻敌冒进,战线拉得极长,补给难以存续,被寒室中围困,随后金军用计侥幸脱身,谁知又到了岳飞手里,岳飞带兵在建康城附近追上敌军, 拦腰而上,杀得金兵溃不成军,一路追杀,金军失衡遍野,而后又在建康南门第二次重创金兵,收复了重镇建康,此一战岳飞出此扬名立万,岳家军从此威名远拨,岳飞抗金有功,高宗赵狗亲自召见了岳飞,并大肆进行了封赏,绍兴四年,岳飞上书赵狗收复襄阳六郡,朝廷准奏,于是岳飞奋兵两路攻打襄阳,三天时间,大宋的旗帜 便飘扬在襄阳城头,岳飞此次大劫惊动了金人,金国联合尾齐政权,和兵三十万,想要遏制岳飞北上的势头,然而他们没想到,岳飞居然如此厉害,他用兵如神,三十万大军,谈指间全线崩溃,金国大将刘和贝锦,只身北逃,尾齐大将高中不敢再出城一步,不久后,岳家军破城而入生秦高中,此一国后,岳飞凭借军功成为了节度使,也是两宋时期,最年 年轻的节度使,随后的五年,岳飞率军北伐,皆是场场大胜连战告捷,却因为朝廷的一些原因,不及总是跟不上,每次不仅不能扩大战果,甚至还要将一些已经收复的师弟,再被迫归还于金国,直至绍兴九年,连年征战告捷,却并没有改变赵构的想法,高宗皇帝怕金人已经趴到了骨子里,并且在此时,重用了一个名叫秦贵的主和派,正值金人政权换代,为了稳住南宋, 金人主动提出议和,并且准备归还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,和赵构的生母为太后,高宗赵构素来害怕金人,这次金人主动议和,赵构受崇落金,他没在乎岳飞等将领为南宋打下的优势,太显秦贵以宰相的身份,代表赵构,向金人的使节下跪,并且表示,可以取消宋国的国号,作为金国的藩属国,年年称臣纳贡,以此达成了著名的绍兴合议,这一年的元旦时期, 南宋朝廷下达诏书,不告天下,这次议和成功圆满,皇帝与奸臣们谈官相庆,各位主张反对的大臣,全部贬折罢官,甚至流放,随后,赵构秦贵二人合谋,赏赐岳飞官职,将岳飞扣在了驻军原地,对于岳飞所上请战书,连看都没看直接否决, 然而以帝势敌中归不过是暴心救火,合议的成功并没有换来和平,金朝再起风云,主战派发动政变撕毁绍兴合议,四路大军南下恭送,赵构命令岳飞秦王阻敌,岳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,打退了金兵并且一路追击北上,直接开启了二次北伐,并且上书朝廷,此次一战便可定顶中原, 岳飞率领大军一步一步,逼近施县多年的汴京,汴梁指日可下,如若配合河北一带的一兵,金国的有生力量已战将全灭,然而等待岳飞的却不是出战的命令,十二道金牌分塌而来,强令岳飞颁师回朝,随后掐断了岳家军的粮草,岳飞收复的整个黄河以南的地区,全部再次让给了金国,北伐大业,毁于一旦,赵构秦贵,沆泻一气,先夺岳飞兵权, 再将岳飞下狱,小人秦贵编造罪状,以莫须有三字将岳飞赐死,岳飞随从不降子嗣无意幸免,岳飞死后,秦贵等人散布谣言,说岳飞密谋造反当行天诛,篡改历史,对岳飞的功绩只字不提,甚至将岳飞与蔡经同贯之流相提并论,岳飞身后二十年,连他的名字都无人敢提,直到岳飞死后的三十七年,高宗内善,孝宗即位,才为岳飞平反追风, 五目,欲将心事抚摇琴,知音少,闲断有谁听,一代抗金名将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,不禁让人痛心疾首,那么大家对岳飞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